而俄乌战士仍未停歇 乌克兰的官员表示 俄军9号晚上向哈尔科夫市发动无人机袭击 造成7人死亡 当中包含3名儿童 最小遇难者只有6个月大 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市 大片建筑陷入火海 火蛇四处蔓延 整片夜空都被火光照亮 哈尔科夫州州长西涅谷伯夫表示 俄军夜间对哈尔科夫发动无人机袭击 击中民用基础设施并引发大火 造成至少15栋民宅被毁 死者中有3名儿童 分别是7岁 4岁和6个月大 哈尔科夫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主任表示 三架无人机击中了当地一座加油站 加油站内有大量燃料 令此次火灾造成了格外严重的后果 乌克兰军方指 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1架无人机 乌军击落其中23架 除了哈尔科夫地区外 南部的奥德萨地区也是俄军袭击目标之一 另外俄国防部长绍伊古10号在俄罗斯乌德莫尔特共和国 视察了进攻企业生产侦查和攻击无人机的国防订单执行情况 俄国防部指企业代表向绍伊古汇报称 自2022年以来 已建立多座新车舰 投入运营后 无人机的产量增加了60% 未来还会成倍提高产量 随着新产能投产 包括旋风1反坦克导弹 普京者制导炮弹 建设防空导弹在内高精度武器的产量将增加一倍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